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周曉廷 台股連日崩蝶都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很多投資朋友沒了信心趕快殺出 但殺出之後又想要找低點來接 好今天我們請到陳寬老師 要來跟大家解析一下 到底接下來該怎麼操作 才不會一套又套呢 昆仁哥你好 好 雅婷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我們看到這幾天 其實這個震盪的幅度很大 那稍微有些反彈的時候 有些人信心就來了 馬上再進場 這個時間點對嗎 我覺得其實最近的行情 也確實是比較屬於偏震盪一些 那我覺得這個行情叫做是 內憂外患的影響 那我們先講一下內憂 就是我們最近的疫情的影響 還有就是最近有漲多 然後似乎有一些類股輪動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所謂的外患呢 其實我們就看到像美國股市 最近這幾天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是說似乎有所謂的 通膨的疑慮又在升溫了 他們的CPI到4.2 那這是近12年來的新高 所以在美股這邊 有一個比較屬於一個 比較偏大的震盪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用一些 數據面的解析 來跟投資本來說明一下說 這個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已經有所謂的落底 然後甚至是說 是不是已經有可以做進場的動作了 那勝貨是說呢 我要跟大家說明說 如果真的要做進場的時候 我們有哪一些方向 可以來做懸股 所以這個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會跟大家說清楚講明白 其實說疫情的影響 在去年就跌過一次了 是 兩次的跌法有什麼不同 好 那我們就來看第一張這個板子 這投影片的部分 因為其實在最近這段時間以來的行情 確實是比較偏震盪一些的 所以我把最近這幾年來有漲跌幅 有跌幅有超過500點的統計的部分 來跟投資本們做一個統計的說明 那可以看到在其實就是去年的那個1月30號的那一次 就是新冠疫情爆發的那天開始 那天的跌幅比較就是創歷年以來的最重 有跌點有到697點這個位置 那甚至如果以政府來說的話 有到5.75%那是歷年來最大的一次跌幅 那如果我們再看第二名和第四名的話 就分別會是昨天 就前天5月11號和5月12號的這兩天 也都分別跌了644點和680點 那可是如果就政府來說的時候啊 他並不是一個最大的政府 可能盤中是有啦 盤中一度有曾經 比方說像是昨天有跌到1400點 那可是如果以收盤指數來說的話 雖然也都有600多點 可是如果以政府來說的時候啊 其實也大概只有大概13點多到4點多%而已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這個時間點 已經在歷史新高的這個指數位置了 所以比方說如果是1萬點的1%就是100點 那可是如果是17000點的100點的時候 其實沒有很大的政府 所以最近這幾天 當然大家會看那個絕對的點數來說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蠻重的 可是如果以政府來說的話 確實沒有那麼樣嚴重 那但是我也要提醒投資朋友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那個點數的那個跳動 會是非常非常快的 因為我們在盈歷史新高的這個價位了 所以這要先提醒大家第一個風險 就是指數這個位階高檔的這個風險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回到我們就是兩邊的比較了 就是那我們來看一下這 就是在去年的3月和今年的5月 就是剛剛我們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的 這兩個相比較 那如果以背景來說的時候 去年的3月 甚至是從去年的紅盤開始以來 那時候是疫情剛開始爆發的時間點 那如果那個時間點來說的時候 其實大家全球是沒有任何對策的 因為那個時間點大家都在一個恐慌的狀況之下 所以那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其實在我們指數位置的話 大概在1萬1千點 1萬2千點的附近這樣高漲區 那如果再以所謂的外資賣壓來說的時候 去年的3月那樣的跌幅來說的話 其實外資的賣壓有高達了3590億元 那甚至如果以融資預額來說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的融資預額是1350億 然後一路下殺到剩下只有900億 那也就表示說已經殺掉了400億左右的這樣的融資 所以讓那時間點的幅額是可以清洗洗清的乾淨的 那所以那個時間點如果以那個穩盤的關鍵來說的時候 那就是全球的同步積極右市 然後甚至像是融資有去做大減 所以帶來了8523的那次低點 所以如果以整個這樣一個跌幅來說的話 是有兩成的這樣一個跌幅 所以那是那一次的一個背景 那如果我們再對應起來看這一次呢 那這一次的話就是因為剛好在創歷史新高這個高點 那不過如果就這時間點來看的話 確實有所謂的疫情有擴散的現象了 那不過呢這一次就算是疫情擴散 可是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有相關的對策了 因為我相信我們國內的防疫政策是非常非常嚴謹的 那也感謝我們的醫護同仁們在第一線為大家做這樣的辛勞 那所以這一次其實是有策略有對策 甚或是已經有疫苗出來了 所以恐慌性比較沒有那麼高 是如果以目前來說的話恐慌性我覺得是可以被控制的 只是剛開始爆發初期的時候大家可能會想說 會不會又突然擴散之類的 那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再對應一下印度股市的這樣子一個對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說如果以這樣子跌幅下來的時候啊 到低點就EU165這個跌點的位置來說的時候啊 其實已經有高達大概接近15%的這樣的跌幅了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假設叫做是其他條件不變之下 去年的疫情帶來了我們20%的跌幅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的話已經是有跌了15%了 所以如果在對應的叫做是我們看到的一個叫做是K線的角度來說的時候啊 他也在5月12號的時間點的時候啊 他發生了一個大跌1400點之後再拉出一根長長的下影線 那這個的意味在技術面的意味來說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一個短線上面有機會去做止跌的這樣一個訊號 所以如果以高點17709的這個位置 然後到低點是15165的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跌幅就我們剛剛前面所說的已經有15%的跌幅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我相信會有一些些止跌的意味的一樣的現象發生 那另外的話呢因為這時間點剛好在資金輪動類股輪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高檔的個股在所謂的傳產族群原物料族群 都有漲多拉回的現象 可是這個時間點的話我們看到一件事情叫做是說 似乎在電子股已經有一個叫做超跌的這樣的現象發生了 那為什麼說是超跌呢 原因是因為如果我們看一下前幾天 其實曾經有那個所謂的電子的成交比重 到了接近低於四成以下 那那個幾乎是近年來都很少見到的 那所以那個意味的表示說大家都不想都不喜歡電子股了 然後也不想再去做它了 那但是反而就會帶來的所謂的電子股的超跌 或者是說平價修正完畢之後的更好的買進時間點 看到現在疫情呢可以說是一個最險峻的印度 它的股市是怎麼樣呢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目前現在那個大家都知道現在目前印度是非常恐慌的狀態 甚至是說好像有一個說法要說你要有氧氣瓶你才可以進醫院 那這個時間點他們的疫情是還不受控制的狀況 印度的疫情的這樣子一個數據面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的疫情叫做是 到目前為止每天的新增的病例都還有到38萬人之多 對這是每天的新增病例喔 那如果在以所謂的死亡人數來說的時候 現在印度的每天的死亡的案例的話 竟然都還有到4000人 也就表示說他們現在目前這個時間點 他們的那個疫情是往上再做攀升 然後死亡人數也在持續再做攀升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現在目前他們依然還是做很險峻的 這樣子一個疫情的狀況 對看起來印度對疫情現在是沒有辦法控制 是那可是呢如果我們再看疫情對比 所謂的股市來說的話 這是印度股市的指數 那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叫做是說 好像在之前在3月的時候他們有創下了新高點 那可是如果再對比一下所謂的 疫情來說的話也剛好在那個時間點 有一個去做大幅的擴散 大幅的失控的狀況 那也因為這樣子印度的股市 也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回檔的修正 然後回檔到低點然後再到目前為止的話 其實這個跌幅啊 對其實沒有很多耶 大概就只有10%而已 就是這個時間點雖然看起來好像疫情有影響 但是它並沒有影響到我們就是經濟的基本面 或者是說大家都已經漸漸的可以理解說 後續有機會去做控制了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印度的股市的這樣一個跌幅反而只有10%而已 那如果再對比到目前為止 我們面對台股甚至會已經跌了15%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我們剛剛前面所說的 似乎有一些像是超跌的現象發生 甚或是已經有看到這個所謂的技術面的一個 大量的長下影線的現象發生 所以這個時間點當然還是要說 如果沒有其他的外在因素的話 我認為在這邊有機會來做落頂 所以這個是我們對一個行情的一個研判的部分 可以有點信心就是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那假設如果要有穩盤的關鍵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哪一些方面 有機會來去做穩盤的關鍵 所以投資朋友你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如果關鍵都出來的時候 那就幾乎可以確認這個時間點 叫做是行情的低點波段的低點 來去做進場去撿便宜的這樣動作 所以要出手之前你還是要先看仔細 不然你以為你撿到便宜結果接到刀 有對有可能這樣發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很重要指標 分享給大家 來第一個的話就是電子的資金比重 要至少要回到5成以上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如果行情指數要能夠回穩的話 半導體電子股這些相關的族群 依然要是目前的一個穩盤的重心 那當然有一些投資朋友會想說 那如果手上還有所謂傳產股 或者航運股這些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叫做是長線依然看得非常好 但是短線上面的話 他們難免會有所謂的波動 那原因是因為這個時間點來說 他們短線上面都已經超漲 然後去漲多了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拉回的修正 所以這時間點的話 可能要請大家就是留意一下這個資金的這樣輪動的動向 所以這是在資金面來說 那另外的話半導體是穩盤重心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認為叫做是這個時間點 指數要能夠回穩的話 至少電子全值龍頭 比方像是台積電 像是鴻海聯發科 甚至大力光這種就是 觀察重點 對都會是觀察重點 那他們都會帶動行情的回穩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 很討厭就是說 如果要拉台積電的時候 那個指數很會跳 那就像是拉機盤嘛 可是呢其實我覺得拉機是必要的 因為至少他可以是拉動一個指數 整個帶動 對甚至是拉動那個人氣 拉動那個行信心回穩 所以難免必須要先做這些拉台全值股的動作 然後在拉台全值股之後 那其他的個股的話才有機會回穩 所以這是部分 這個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的話呢 人氣股要能夠轉強 那人氣股的這些相關指標的話 比方說像是今年的主流是IC設計 甚或是千金要去做比價 因為千金的比價會帶動市場上面的人氣 那前一陣子最多曾經到一度到九千金到十千金 可是像下跌這樣下來之後啊 只剩下五千金 腰斬了一半 那人氣幾乎都是潰散的狀態 所以假設如果能夠有更多的千金跑出來的時候 那也代表著就是人氣回龍了 信心回來了 信心回來了 那這個的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穩盤的關鍵 然後呢另外的話 很重要就是指數 要能夠快速的回復到季線和月線之上 那原因是因為 通常季線和月線都會是一個波段多空的分水力 那假設因為這個時間點已經在 所謂的月線和季線之下了 所以也就表示說 其實在最近這一個月以來 或甚或是這一季以來 買到的平均成本幾乎都在以上 所以這時間點大部分的 就是最近有進場的投資朋友的話 應該都是套牢為主居多的 所以這個是那個從技術面和月線的 這樣一個角度來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前段時間實在是太熱了 對那所以就會讓大家可能會失去戒心 然後去追在高點 然後但行情翻轉下來之後呢 就會有套在高點 確實是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說 那如果真的後續行情回穩之後呢 那有哪一些個股會有一個領長 領頭羊的這樣一個帶動的效果 所以接下來這幾檔大家看仔細了 是我們來先來看一下說 那誰會有所謂的反彈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第一個 我是要先回到所謂的基本面 因為我們剛剛所謂的叫做是 就是超跌的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覺得所謂的超跌叫做是 技術面的超跌 因為技術面的一個超跌的跌幅的話 會帶來這個評價的修正 那配合著它的基本面 已經叫做是已經過低了 比方說原本在17000點的時候 那可能大家都已經有 差不多20倍25倍本益比 可是在回檔的過程之中的話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回到了 可能10倍本益比 可是今年卻是趨勢成長的電子股足群 所以在技術面超跌 然後配合著基本面評價修正之後 那就會有所謂的股價超跌 然後評價偏低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所以就會在行情 如果假設這幾天還有再去做下跌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個股 已經有領先止跌 甚至是領先反彈的這樣現象發生的時候 對有可能是好像可能大盤還在跌 可是個股已經翻紅了 所以這些相關的個股都會是未來 可以去做留意的領先翻紅領先上漲的族群 那第一檔個股的話是AES KY 不過這檔個股的話 我要拿來當作是範例解說 那原因是因為它昨天漲停 然後今天是5月13號錄影時間 它今天又漲停了 在短線上面它其實有連續兩天的漲停版了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 我就把它當作是範例 因為我們今天錄影時間是在5月13號 那我希望把這個範例帶給大家 來當作是一個標準的一個選股的方式 非常強勁 確實是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樣強勢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電池模組 然後它原本是做所謂的自動 就是電動自行車的電池模組 那它要切入到儲能 甚或像是電動車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成長的產業 我們要先確認這個產業是成長的狀態 然後再確認一下 這公司是基本面是成長的 那它昨天的時候呢 公佈了它的第一季的機報 那第一季的話 EPS有高達9.29元 所以在這樣公告的時候 它其實就有預估說 那它其實今年就有可能會賺到40塊這樣實力 很漂亮的錢錢 對很漂亮 因為有一些搞不好到千金的那種股 那就是股後門 他們都還沒有40塊這樣實力 所以這檔個股的話 昨天在公佈了 公佈了它的Q1的獲利 然後配合著股價已經從7.67 回檔到540塊的這樣跌幅 三成的這樣一個跌幅之後呢 它就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領先去做反彈 甚至是漲停 那今天的話又在漲停 那這種個股的話 其實就是代表著說 就是趨勢成長 然後評價偏低 那現行已經是轉強的這樣一個態勢 所以這檔個股當作是教學 然後分享給大家 這是第一檔個股的部分 那其他個股的話 其實也都有類似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第二檔個股是 3034的聯勇 那聯勇的話也是 那個面板驅動IC 那IC設計族群 面板族群 會是今年很重要的題材 跟基本面成長的個股跟族群 那如果以聯勇來說的話 他也是剛公佈了他的Q1的季報 那第一季的季報來說的話 他也有到 第一季就可以賺到9.66元 所以也可以配合著看到他的股價 是從656這樣子 一路跌到最低到443元 那修正了200多塊的這樣一個聯勇 這個如果買在600多塊 現在真的是 真的是 對所以如果在那個時間點來說 他評價的高點都已經在過 再接近20幾倍的這樣一個本益比了 所以造成了在那個超漲過後 他的這樣一個修正的幅度 配合著大盤行情修正的幅度 也比較深一些些 那可是也剛好是因為修正的比較深一些 讓他又回到他的合理評價區 因為如果他今年可以賺個40塊 然後443的話 也剛好差不多在11倍 10倍的本益比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從20幾倍的本益比 然後修正下來剩下10倍的本益比 那就帶來他的一個評價合理 評價偏低的這樣一個態勢 然後另外的話呢 也配合他這邊線型 有一個叫做是 拉出長長的下引線 的這樣一個動作 就像是大盤 那所謂的長下引線 就有可能是在這邊 有一些低階的買盤去做進場 所以這種個股的話 那是配合再看他這個4月的營收 也剛公佈 4月的營收的年增率 年增率有到69% 然後月增的話有16% 甚至累積1到4月的年增率的話 有六成這樣一個水準 所以可以很確認 叫做他的成長的態勢 是非常明顯的 那也配合著股價下跌之後 然後基本面合理回穩之後 他就展開了反彈的行情 所以像這種個股的話 我覺得都會是接下來 行情回穩之後 去做領先上攻領先上漲 這樣子一個族群跟個股 好再來看到翼龍 翼龍也是蠻強勢的 翼龍也是蠻強勢的 而且我們再看一下 我直接看股價來 這邊的股價的高點是在228.5 那回到這個相對的低點的時候 到170塊180塊左右 也就表示說 這樣子一個短短時間 他也跌了40塊50塊去 那在這樣子回檔的過程之中 也帶來他的一個評價的修正 甚或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一模一樣的線型 叫做是有拉出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所以在拉出這個下影線的過程之中的話 也有低階滿盤去做進場 那我們再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其實翼龍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是Notebook去做指紋辨識的IC 然後如果以他現在目前的試占的話 依然在做持續成長 所以在翼龍的這個成長幅度來說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那甚或是說呢 也他剛好公佈了第一季的季報 那第一季的季報的話 是有3.77元 EPS 所以如果以全年來說的話 很有機會大概在15到18塊左右 那要看一下他們後世的 相關的態勢 那不過可以確認 就是他的訂單的能見度 已經高達到就是今年年底了 所以如果以這樣來說的時候 那以翼龍店他那個到目前為止 如果4月份的營收 大概跟3月差不多小小微幅成長 然後年增率的話有到65% 那累計1到4月的年增率 只要有8成 所以這樣的話 就確認叫做是股價現行跌完了 然後呢配合著後續成長 然後再配合他的基本面 是持續成長的 那就會帶來他後續的一個反彈的空間 是有機會領先領漲的 所以這個翼龍的部分 再來看到還有就是華碩 華碩也是 但是昆仁哥你覺得也是可以的 對那因為今天我們錄影時間5月13號 然後剛好華碩在昨天的時候 也公布了他的第一季的季報 所以他的第一季的季報來說的話 其實那個很漂亮的數字 是13.2元 那如果我們再對應一下 我們剛剛前面的AES KY的話 他其實AES就賺大概9塊錢而已 那華碩賺的比AES還多 而且股價還比AES還來的低 那他的前高點的話是在398 接近400塊的位置 然後也跌破跌到了325元的這個位置 所以他的修正的幅度也都蠻深的 因為其實這一波大家都回檔的還蠻深的 那也剛好就是在這一波回檔之後 也會帶來平價修正之後的很好的買點 那如果以他的四月營收 雖然好像有月減 不過本來所謂的四月 就是這些NB的族群的淡季 因為他們旺季通常都會是在 那個就是在一些感恩節前啦 或者像是暑假寒假這種換季的季節之前 所以如果雖然這個月減 但是年增的幅度有高達72% 然後累計一到四月的年增率 有高達到66% 所以這檔華碩的話 我覺得也都會是後面要去做領長 甚至像往上反彈 很重要的這些相關的指標 那這個也是分享給大家 那看完這幾檔都是困哥認為說 他確實已經有點超跌了 那所以之後呢 是有機會可以來帶頭反彈的 那我也幫投資朋友問一下 很多人也會關注說台積電嗎 在這一次跌到最深跌到518塊錢 那他很快也就是彈回來了 因為其實台積電真的是大家都想要問的 因為台積電就是 錢高在697塊的那個位置的話 其實那個時間點 大家原本一度看得非常非常之好 可是如果再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他現在目前就是到昨天為止的話 最低跌到518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也對回到了差不多550塊 560塊這個位置 那如果先撇開所謂的股價 這樣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以所謂的成長性來說 是絕對沒問題的 因為今年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 他的像是訂單都是滿的 然後甚至像是一些產能的話 都被都被訂光了 那可是那問題來了 叫做是台積電他現在目前的位置 或者台積電現在目前的角色 他比較像是一個控盤的工具 那他比較像是一個外資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我們的黑手 就是要去做那個拉扯拉鋸的 這樣子一個 調節 對所以很討厭 如果在控指數的時候 那再往上漲的台積電 他就常常會有所謂的賣壓出現 然後可是如果在往下跌的過程之中呢 那又有所謂的買盤出現 因為拉著台積電指數就不會跌 那不想讓指數漲的時候 就賣一些台積電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以台積電這樣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時間點真的要去做 所謂的台積電的波段操作的投資朋友的話 會很辛苦 因為這個時間點並不是台積電要去做 那個大幅去做上漲大幅去做反彈的 這樣子一個時間點 那有可能的時間點的話 或許會都在下半年 比方說 因為其實如果就我們這邊 補充一下台積電看法好了 來台積電看法來說的話 他因為他四月剛開完法說 那因為五月份他沒有開法說 因為他準備要在六月份開董事會 那所以他在四月份的法說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 其實Q1的EPS是5.39元 是優於預期的 那如果雖然看起來好像Q2的營收 有小幅成長 然後毛利率跟營益率 他有去說明他會下滑 那有一個市場的解讀就是說 因為他毛利率下滑了 所以看不好台積電之類的 但我覺得不太像是事實 比較像是事實的原因是因為 他本來就是屬於一個淡機 因為他沒有體裂折舊 甚至這個時間點就是Q2的時間點 他沒有Apple的營收 所以當然他會有下滑這樣的動作 所以台積電是老實的 那這個老實的台積電 其實他會帶來他的一些 就是那個財務的透明度 或者是比較明確的可以讓投資朋友 可以了解到他現在目前的一個 基本面的狀況 然後可以比較容易去找到 很好的合適的點去做切入 所以這個時間點 就真的不是他的合適的切入點 然後呢另外的話 因為他真的有上修他的今年 就是今年的資本支出 到300億美元 那甚至我們剛剛說的缺貨 有到2022年 那如果再看今年的 這樣的一個EPS的預估來說的時候 其實很有機會 可以賺到23塊到24塊左右 所以今年的台積電 也確實是趨勢成長 這絕對沒有問題 那可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如果我所謂的前高 在679這個時間點來說的時候 那個是29倍的本益比 那29倍的本益比 是台積電過去歷史最高的本益比 所以就在那個時間點就比較大幅的賣壓出來了 因為雖然好像我們的散戶投資朋友們 都很喜歡台積電 可是那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外資到了很多的台積電出來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又看到好像下跌的過程中的話 又有一些黑手的買盤把它拉上來 所以就是台積電 滿難操作的 陷入了一個網上就有賣壓 然後往下就會有買盤進場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如果真的要回到我們剛剛前面所說的 台積電它真的是很好的股票 可是如果這時間點它真的是很難操作 所以就是那個 寧可就是找一些比較好的股票去做 有機會去做這個時間點的波段操作 比較適合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寬哥帶來這麼詳細的解說 希望能夠穩定大家的信心 理性的投資 寬哥謝謝 謝謝雅婷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收看 與前同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解釋到社會人的收益 去買賣賺錢 怎麼玩車最固炫購車保養要注意什麼 最厲害的專家群上陣 還有防彈少年團 標豐直率車手2021全新登場 記得訂閱YouTube中間財經頻道 有CTI小經濟無恙的 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